回來第三節 升旗而得道 第三節 那個話題就轉了 一個國際視線 大家對於這個 王 King有甚麼理解呢 很多種層次的理解 首先這個是一個姓氏 是三華王 事實上英國也有這個姓氏 King好像可以當名字 我聽過 中文譯音可能變成京 英雄本色 有一個潛建人物 那個說錯了 我記錯了 以前打足球有一個京字 厲害一點King 一樣是叫做聖傾的 有一個聖的 又或者是 土上一個一 在地上畫一個一字 這個就是王 再加上八字在後面 我們不是想說 測字 不是想測字 亦不是想教室 我們不是懸學節目 越過越深啊 我們就是想說一下 特朗普突然間就在一個 不知道是甚麼場合 爆習近平大禍 為什麼呢 他宣稱當時 見面的時候 應該是第一次見面 可能是那次帶他去遊故宮 他拖著他的手 帶他遊故宮 看看浸泉的江山多美好 然後特朗普就 稱呼習近平 做King 因為當時他就說 習近平 將這個 國家主席 改為終身制 你跟King有甚麼分別呢 你做了一輩子的嘛 在西方 或者在 一般人的理解 一個領袖做了一輩子的就是King 當然King來說對於中國 我相信中國人最熟悉的King就是在13章裏面 十積雷King這個King 沒錯 坐大Dee 說十積雷King 說得最多King字尾 大家會有絕對King 我想都是在啪牌而已 13章也可以 擺牌 或者是show hand也可以 對 總之你玩啪牌 就會接觸到King的 一般很少會接觸到King King其實是不大不小的 Pay牌裡面不是最大的 是煙的 是炸Dee 是Dee最大的 是13章煙最大的嘛 KING如果你 照這樣說 他真的不是最大的 這個其實是每個國家的民情都不同的 如果是英女王 其實Queen是女王來的嘛 有些人會誤會做皇后 所以 香港有一條街叫做 維多利皇后街 其實是譯錯的 英文很壞 英文的Queen 又解女王又解皇后 兩個都通的 當時那些人不懂英文 就變了皇后 王后街 王后大道宗呢 就譯錯了 因為是女王大道宗 維多利是女王嘛 維多利皇后街是Victoria Queen Queen Victoria 就是維多利是女王 香港英文當時可能他翻譯的時候是在 19世紀 很多人不懂英文就亂翻譯也有的 我們說回 如果在英國 King就是國王 我們也是英皇道 英皇道是King's World 因為英皇主要是英皇左至五世 在中環那邊 西環還是中環 不是 在佐敦那邊 佐治五世公園 在佐敦那邊 King George KG5 KG5 KG5查查在哪裏 所以 國家文情不同 但是在我們中國 King就好像 不是很大的 這個王 當然這個不是絕對 只是一般 以往 我們讀西史 World History 會教中國歷史 英文版本的那些教科書 通常 中國的皇帝 就不用King這個字 通常就是Emperor 是 是不是對於亞洲呢 對於亞洲的和 因為一般英文的理解 King字 其實是小一點的 Emperor就大一點 當然很粗略地說 因為 相對於中國 中國有一個封建制度 當時有周天子 天子就應該是Emperor 他分封的皇 屬於不同國家的那些諸侯 那些皇就應該是King了 Emperor通常是說大帝的 所謂強一點 管的地方 大一點 管的地方大一點 如果 以今時今日的中國的版圖 14億人 你叫他King 就是玩他 很侮辱性 那麼嚴重 侮辱性 直接是侮辱啦 我看了一套華政 即是說朝鮮 朝鮮是低中國一級的 因為他向明朝清神 他的皇帝 他叫殿下 他當時是皇帝 但在中國的皇帝 就不是叫殿下 太子 皇子 才叫殿下 但是他已經低了一級了 即是他的大王 他也不能叫皇帝 他是朝鮮大王 是叫大王而已 應該是King 中國才是Emperor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諸侯國 或是一個 庫藩屬 他也是進貢而已 但是他也是 低一級的 而那個大王的兒子 不是叫太子 可能真的是叫太子 但是他是叫底下的 是殿下再低一級 變了他是一個 階級分得很清楚 每一個身份 中國很明顯是 因為我們看那些 你看 春秋戰國也是 那些皇 其實這個皇字 有一點點意思就是 一個地方諸侯 是的 皇本身就不是 最大的 因為 是秦始皇 統一了六國之後 才有皇帝 這回事 因為皇和帝是兩種東西來的 在中國 先從 春秋戰國之前的事 皇就是皇 帝就是帝 他是把皇帝加在一起 所以是齒皇帝 所以是齒皇帝 他是第一個 第一名 而朕這個字也是他稱呼的 以前的諸侯國 諸侯國那些皇通常稱呼自己為孤家寡人 寡人多 孤也有 孤王 因為 意思就是謙虛的意思 我是得了一個孤家寡人 其實呢 個個都幾百個兒子 多都不記得了 正常的 如果你計算那時候 春秋戰國未統一的人已經叫皇 沒有理由 統一了之後 應該是高級一點的 一定要有一個Terms 是高過這一格的 帝就變成皇帝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個世界 真的叫做帝國的 就 同一個時間就不是太多的 通常就是 比如說以前 大清帝國 跟他同代的 就是幾個而已 就是這個 沙俄帝國 另外就是 奧圖曼帝國 差不多是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叫做Emplor 就是因為那個是Empline 就是因為那個是帝國 日本也是 當時的名字是大日本帝國的 奧空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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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其實這些帝國 基本上都已經 其實帝國 其實要打外面 有殖民地 有差不多大的 戰鬥力 才叫做帝國 如果你說 現在要說做帝國的話 可能就真的 只剩下 中華大帝國而已 現在是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 只是說而已 但是你信不信 大英帝國 就是小王國 現在是 只剩下帝國 現在是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名義上的君主 還是英女王 這個 大家怎麼說 給面子 給面子派對 不好意思撕你柴 意思就是 可能 怎麼說 外國人也有一種崇拜 皇室的那種性格 其實不是只有中國 在外國也很強烈 歐洲還有比利時 丹麥 還有勞心堡 勞心堡的皇帝叫大公 因為當時他有部分的國家 不是叫王 因為勞心堡的全名叫勞心堡大公國 這次 習近平 被爆了出來 很興奮人家叫他談 英文不好 中招 因為 始終他 當年 他只是讀工農兵大學 大家知道工農兵大學沒有東西讀的 他讀清華的 他到底有沒有讀過 我很質疑 他是不是銜售課程 好像那些 夜間課程 夜間課程 還是那些 類似某一個 叫做食生童的女王 那些網上讀十個小時的課程 這個要解釋 因為他 適齡的時候 是沒有入大學的 因為那幾年是文革 大學是蓋了檔 那幾年都沒有入 老實說也被人鬥到了 後來出來 習仲勳 叫做保送他進去清華讀的 那是七幾年的事件 是很大過才讀的 所以他過了求學年齡 那些學問就不能入腦了 坦白說那時候應該也不會讀這些 肯定沒有英文讀的 他沒有想到深一層的政治 涵意 他那個深水清就知道他是在玩 我明明現在想要挖起 做一個帝國 但是他是個大帝來的嘛 你叫我一個小小的KING 小王 那他被一個人講中了 誰呢 李銳 說他是小學程度 我不敢說小學的中三 你剛才說人家讀大學 你又說人家小學 不是我說的 李銳說的 我覺得他有中三程度 就未必有中五 說真的 什麼通商寬龍 寬依通商還是寬龍 寬龍的嘛 不是他講寬依 寬依的字很像 因為那個簡體字的龍和衣相差一點 但是呢 很明顯他的墨水就比較差一點 他不懂這句話 當然他當時 他的對答就說 不是我不是KING 我是President 我是主席 他是Chairman 應該 他回答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這些比西方精神文明污染 中國沒有President 中國仍然是Chairman 以前 老毛就叫Chairman Mao 因為他就是黨主席 因為他用黨主席的身份 後來 有了國家元首 重設國家主席 國家主席就叫President 原來是這樣的 中文和英文有一點不同 唯品書 應該用了President 很久了 國家主席就用President Chairman Mao是說他做黨主席的 但是對於 我們國家來說 其實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英文你不會深究的 因為這些外國勢力的東西 因為中國通常是用普通話拼音直譯的嘛 習近平看到特朗普問他為什麼不說中文呢 為什麼不說普通話 你不是中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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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一件事說 那些遊客去到意大利 問人家為什麼不用中文去serve 不是啊 我真的好奇的 中國遊客 周圍問人家為什麼不說中文呢 而且他們的中文的定義是 把我們的粵語完全禁止了 我認識很多人說普通話人啊 我不懂中文啊 我真的x他 這樣就有點不太適合了 因為你要看祖宗的東西 你也不懂的 繁體字你也不懂 還不懂中文 起碼要讀唐詩比你還好 你找一些古文出來看 那些是繁體字 如果用繁體字 習近平就不會說寬依啦 因為寬依 整個字不一樣 因為寬依 老實說 大家如果是中文比較有少少 懂中文都知道是脫衣的意思 是不是 沒有可能 你一個 國家政策會有脫衣的意思 沒有可能是寬依的 寬依通常下一步當然是洞房的啦 解帶 下一步就洞房的啦 所以呢 這個是牽涉到那個教育水平的問題 這次我認為特朗普 包創我心 怎麼包創我心呢 因為我們曾經 記得有一套 很Hit的電影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然後鎮臂一呼向著大海 You jump I jump 最後這個人士真的沉入了大西洋 最後撞上大海 為了救他心愛的女人 給他心愛的女人那個肥妹 上了救生艇 奇溫司機是不是 好像是上木板 不是 真的是上救生艇 他在木板上面 如果沒有記錯就是這樣 是嗎 會凍狗死的 那一塊木板 不是很凍的啦 總之King of the world就沉了下去 大西洋的海底 變成海洋之心 變了King of the ocean 下去做King 海龍王做了 海龍王做了 西海龍王 這個是OK的 不行 海龍王應該是很小的 下去做海王 下去做海王 海王觸點 做波士頓 那就更加慘 你已經降級了 如果你說什麼龍王的級數 你要做肉王大帝 習近平 龍王的級數就是刺哥 很低啊 什麼刺哥 龍王 隨便一個爛渣都會抽你的龍筋出來 你怎麼看風神榜啊 那不就是 方國山也高級了 糟糕 糟糕 方國山要抽他的龍筋 不是 要抽他的腦表 因為他是西海龍王嘛 方國山要抽東海龍王 這次很糟糕了 現在很糟糕了 搞搞一下 特朗普這招叫做高級紅面低級黑 這個簡直是什麼呢 蓄熱 這個底位 超級黑 這個簡直是 全球3K黨總之力 很嚴重的羞辱 簡直是很嚴重的羞辱 你不是什麼 你不是皇帝 你只是一個 西海龍王 連東海龍王也做不到 還有 有些人自稱做King的嘛 誰呢 I'm the king I'm the new world 那個是誰呢 那個是宣揚游泳的 這些人很大膽啊 他就說 結果就壞了 上駕奧運 這個是潛怨的 他犯了很大罪 很大罪啊 這個真是死定人啊 真的抓去打吧 這些說真的 一定不會原諒 他現在是不是消失了 他好像還有比賽了 沒有出現了 換了人 替身 那麼 特朗普包創禍身就是一定的 現在還要到處抹黑唱衰你 謝地兒 在這個 談判 之前 就到處唱你 好像那些八婆一樣 很可憐啊 被他唱一旁 而且你還要鬆無鬆弱 讓人知道你很開心 明顯你不懂英文 國家顏面何全 唯有反擊 堅決 用貿易戰反擊 貿易戰反擊 7支 5支還沒做就搞6支 6支還沒完成也不知道什麼 要7支 那就行吧 已經到了第七感了 慢慢加上去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餐 你夠膽就行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次回來繼續 下一次回來 谢谢大家